房地产股了香港的房地产股最近的一两个月股价都跑得比较高一点 从这个基本因素方面去考虑了 还有从这固执个角固执这个角度来考虑了 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水平了算是比较合理一点的 但是当然了有一些代行了 有一些投资者了在憧憬了下半年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还有30%以上的一个涨幅 但是我觉得了这个预期的涨幅来讲了 有一些有一有一部分是偏高一点点的 我自己预测预测了下半年这个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了 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一点 虽然来说了个别的楼楼盘了可能要开盘的时候 对市场可能有一些短线的一个气质的作用 但是总体来讲就是我觉得目前的香港的竞技的情况 还有这个西叶的情况了 基本上是不支持这个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在涨30%以上的 所以我觉得了短线短线这个房地产股了 在目前这个水平应该是差不多了 下半年找入这个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还有5%到8%这个流价的增长的空间的话呢 对对对他们的股价的影响了 我说我觉得了应该相对比较小一点的 谢谢 好